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徐培源 那我算是带领这个公司的一个Leader 27年前就已经邀请了不管是德国、日本、法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有名的设计师也好、建筑师也好 包括艺术家来到台湾 那我们办了一个很盛大的讲座 那其实那时候很被受推崇 那我们也认为说 在解封后势必在这整个实体通路里面 应该还是会恢复人与人之间的 近距离的沟通 跟互动才对 所以就开始思考 包括要约的对象、活动的内容、种种 那当然台湾在室内设计这一块是蓬勃发展 这无可厚非 但是在建筑来讲 在我们这个居家Leading这一块的最顶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设定 我们在这一次跟未来应该都会 邀约的是以建筑为主的一个设计师 来做一个活动的主轴跟主坛 后来就是所谓Raha Hadid Design Udi Yao 这位 建筑师的一个统合者 他来到台湾 在米兰的当下 我们跟Udi Yao Raha Hadid Design 这位Leader 达成共识后 其实 我们回台以后 双方都 持续的用视讯在沟通 平安讲 两个不同的公司 两个不同的行为 其实沟通起来 有点辛苦 而且是冗长 效益不够 那当然 我们在那个时间点也 一分一秒的 一直在逼近我们的 活动期间 Udi 刚好有一位同事是 台湾这边的同事 那 我们就跟他邀请说 那干脆您也就 到我们的 现场来 把我们的 活动的区域啊 动线啊 种种做一个比较 明确跟清楚的 了解 也因为透过这一次以后 双方就已经 定下来说 那这确实 不管是场地 动线啊 他的 控制上面 都没有 没有问题 紧张刺激的是 到了我们要定案的 三个礼拜 定日期的三个礼拜 我们的 吴迪耀先生说 这个建筑师好像 跟他比较不契合 还有 在我们定的时间呢 好像他也 刚好英国的 双连展 设计展 会举办 他可能时间 不容易挪得出来 接触到这讯息的时候呢 除了重新再找寻 国内建筑师之外 另外在 针对 活动的时间呢 往后再调一个礼拜 那这些都在 最后的 两周到一周内 全部都 把它搞定 虽然 这个活动 我们准备了 一年前开始启动 但是 到最后的 一两个礼拜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 变化 所以对我们的团队 其实平常讲 压力也很大 但是 总算 还是的如期 把它完美的 执行完毕 也很成功 好那当时刚好 最后的那个 Zaha的手稿里面 他有一项 设计的 作品 那这是一个 日本的 Karimoku的品牌商 跟他们 联名合作 那所以呢 也就跟 日本品牌方 跟 Zaha Design 这一边去联系 那 三方 三方沟通是更难 但是 在最后呢 我们就 定调一件事情 请他们提供了 他们的商品 那所有的展厅的 设计跟规划 由纽约这边自己来主导 来处理 那其实就我们而言 我们是认为 我们处理的速度跟 设计的整个展演的空间呢 是应该是让对方有点惊讶 对方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在 一周里面就把这个展演展厅呢 规划得非常的完整 而且 出乎他们的 意料之外 包括他搭建的舞台 展示的舞台 不管是 我们找Hard Design 无敌也好 包括日本 Karimoku品牌方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都很 称赞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设计能力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可以让 这些国际性的 人物跟 品牌方知道说 其实跟纽约合作的这方面事实上他们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我们在 所谓的行销企划活动面 是很有经验的 包括整个设计来讲 都是 当然我们为了在把 这一个活动的内容 在做更多的深化跟强化 我们希望 这个活动可以集结台湾所有 比较精英的 设计领域的人 都可以齐聚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们回台湾以后 开始在寻找艺术家 在这个艺术家里面后来 我们有发现了 这个蔡玉田老师 他的设计有得到 意大利跟英国的 银奖 金奖类的 一个 奖项 而且非常崇高的一个奖 那他的设计的 造型呢 又跟 zaha的一个 设计 有机的这一种 形体 非常的 的媚体 所以我们就跟他这边主动联络 当然也谢谢他 没有拒绝我们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参与 做这一场活动 那 那蔡玉田老师呢 在当下呢 就邀约我们到他的仓储的地方 那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也没有想到竟然是到那个 汽车修理厂 呵呵 他旁边在做烤漆 那 他 储藏在那个地方 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其实平良奖 蛮震撼的 因为他的那个尺度 蛮大的 是来自于我们中央山脉的一个起伏 山巒的堆叠 那我觉得这个意境其实也蛮强的 因为他 比较异象 但比较不具象 我觉得也跟Raha的设计风格也蛮契合的 那确实会让所有看到的心里会有一个震撼感 你再把它细细的雕琢一下 其实你看 这个确实蔡玉田老师 确实在这一块有他独到的一个见解 所以我们去了以后也很高兴 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一个雕塑的作品 可以很完整的呈现在我们活动的空间里面 那当然在整个方位 各方面我们也尽量让这一个金牛 可以迎面的让人家觉得他的气势 所以在位置点跟角度上 我们也做了比较 仔细的考察 那当然这个搬运的过程中我相信 到时候在影片上应该是可以看到 确实是辛苦 那也算是都是专业的人 在处理这一个展示的物件 原来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雕塑的展 事实上他是他的过程是辛苦 那其实说实在成本也很高 也感谢三一汽车 提供了 英国的摩根汽车这个品牌 那把这个实体车呢 开到我们的一个 一楼的展演厅里面 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跟设计师 可以欣赏到 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 武董汽车 那刚好因为 Zaha是属于英国的公司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联合的一个机会下 其实事实上也是很相当不错的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活动的举办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希望呢 加入了台湾的有名的建筑师 他能来串这个整个活动的内容 让他整个流畅度啦 还有整个组合上面会更完整 所以我们也找了 国内的新秀的建筑师 Johnny 这位建筑师事实上他也是 蛮有才华的 他可以 从建筑跨界到 任何的产品的设计啦 或者一些 商品的设计 那他的思维也蛮活跃的 所以我们大家也就一拍即合 我们在这个筹划的过程中 每一个环节跟每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都有 很仔细的去推敲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因为吴迪耀 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议题 是所谓的 设计 建筑 那艺术 那势必上我们这个主持人可能 对于这方面要有相当的一个了解 那所谓的了解跟理解不是只是 书面上面的了解跟理解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产业 他有一定的智力 那他的动态也非常的清楚跟掌握 后来我们就找了雅士协的秘书长 投入在这个比较兼具的 主持人的 工作 那当然也谢谢他当天整个的 过程中也让我们都很圆满的达成 也感谢上述这些人 在这一次呢 可以 鼎力协助我们 腾出 很宝贵的时间 来配合我们这场活动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纽约 谢谢 我们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所有的团队 他们在 没有 这样的经验的时候 大家都 愿意来 做这件事情 牺牲掉大家 很多宝贵私人的时间 那使命必达的去达成 工作的目标跟内容 所以我也谢谢我们的团队 那也让 让我们彼此双方呢 可以更往前进 我想这个也谢谢我们国内的建筑师工会 以及一些室内设计师的协会 勇业的支持 跟报名 那当然 大家都愿意 在最 最不恰当的时间 去拨出时间来 亲自 亲临现场 与我们这个大师 来互动 在当下我得到所有在台湾设计界这些 建筑师也好 室内设计界的反馈 他们只有给一个讯息 就说 你们办的真的很 成功 那报名大概450人左右 现场实际到场的人 有将近400位 品良奖算是一个 很大型的 规模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 这个也是当时 纽约在启动这一件事情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目的 纽约并不是只是一个 商业行为的一个商场 事实上它是可以在做 更多在所谓的 启发性跟趋势跟 带领整个 风潮跟资讯的一个角色 所以最后呢 我们 纽约把自己定调为一个 台湾跟国际 跟 国内 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只要跟 居家空间 建筑空间面有相关的 我们都希望能整合进来 在我们这个平台 持续的推动 把这些最新的 可以带给 不管是专业人士的也好 以及我们的消费者 事实上我们在 2024年的这个年度呢 我们有在做一些 修正跟调整 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带状 那它可能会维持 一个月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 主题跟话题性 让我们这个设计月 可以 做最完整的 呈现 可以更 充分的去 理解到 国外 国内的一些 比较 新锐的也好 比较顶尖的一些 讯息 其实 纽约在 三四年前 做了整体 市场的 通盘的体检 跟检讨后 我们有 将其他的 包括台中也好 巴德也好 那把它 先做个 结束 四年前做这个决定 现在来看 好像是对的 那 在这个线下 疫情完了以后 我们所面临的 整个市场的 结构 调整 消费者 各方面 都有非常深度跟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当时那样的决定 确实对目前的纽约是好的 新装馆 是在温载菌重化区里面 那 刚好当下也碰到 温载菌重化 所以我们就把 整个商场搬迁到 思源路这个新的管别 那重新的塑造 在一个阶段里面 让内湖跟新装 都是一个 比较高 水准的 水平的 比较优质的 一个商场 来提供消费者 来做服务 再来我们 2024年开始也启动 双北以外的区域 的布局 不管是桃园 新竹 台中 高雄 我们现在都积极的 再洽谈 那 看未来的 三年到四年 可以把 三个点 四个点 把它布局完成 那这个 我们期许今年 或者是明年 可以有一个新 也会有新管的一个 出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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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